从云顶天宫顺利拖出之后 吴邪和苏醒后的三叔进行了一次长谈 吴邪了解到在二十年前海底古墓里发生的三叔没有透露的隐情 关于谢连环的神秘死亡 以及背后牵涉到战国伯书 和老长沙的恩怨也礼出了端倪 请听盗墓笔记之蛇爪鬼城 作者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二集 求得考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刑系 全部都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 那一天求得考满载而归 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土夫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嚎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 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太过悲惨了一些 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的文物走私几乎绝迹 也和当时这一批人的死亡有关系 当时我爷爷机灵 一看形势不对 就连夜逃进了山里 躲在一座古墓里和死尸一起睡了两个礼拜 逃过了风头 后来光神逃到了杭州 这件事情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 以至于战国博书后来就成了他的一项禁忌了 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 不可以乱说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家的人呢 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求得考回到美国之后 拍卖了那批文物 发了大财 战国博书被高价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 博书成为了当时拍卖价格最高的文物 而求得考也一跃成为了百万富翁上流社会的新贵 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了传记广为流传 富有之后的求得考逐渐将兴趣转向了社交 大约是在1957年 他受邀担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顾问 对战国博书的研究工作提供顾问 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普爱伦 两个人都是中国通 都是在中国雇用土匪盗掘文物发的家 很快就成了朋友 求得考还赞助了一笔钱给博物馆作为基金用于收购民间的中国文物 大概是因为富裕生活的悠闲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 之后的求得考修身养性逐渐沉迷到了中国文化的研究之中 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主持研究了几个大型的项目 成果颇为显赫 然而让他真正名流史册的 却是1974年 他解开了战国博书密文那件事情 当时他对于战国博书的研究 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了 起初他是为了抬高博书的价格 后来则完全是因为兴趣 在刚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 他这样的一个美国人可以解开中国的古代密码 然而求得考却以惊人的毅力做到了 说来也是巧合 他是借一本中国秀朴 也就是刺绣的秀朴的古文本中得到了灵感 发现了战国书图的解码方式 这种解码方式 其实也就是类似于修谱中 利用文字记录刺绣程序的办法 在数学上就是点阵成图 说复杂也不复杂 完全在于一个巧啊 你能想得到就能够解得出来 你想不到 即使你对中国古代密码学再精通也没用 发现解码方式后 求得考起诸望外 马上召集了人员 对爷爷的那份战国博书 进行了大范围的翻译 一个月之后 全部的密文就被解了出来 然而出乎求得好意料的是 当时出现在解码纸上的 不是他原先预计的记载着战国时期占卜立法的古文 而是一幅古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图案 这图案古怪成什么样子呢 很难形容出来 我后来看了三叔给我画的草图 也摸不着头绪 描述一下的话 只能说这幅图案十分的简单 只有六条弯曲的线条 和一个不规则的圆组成的 线条互相延伸 有点像地图上河流的脉络 或者是什么藤本植物 蔓延的经 但是给那个圆一围 又感觉不是 拿圆点看好像是一个抽象的文字 近看就完全不知到是什么东西了 此外没有任何的信息 如果你不说这是来自于一本中国的古籍残卷上 所有人都会以为这是刚刚会拿笔的小孩子 在纸上乱画出来的线条呢 历尽了千辛 翻译出来的东西竟然是这么一张莫名其妙的图案 秋德考感觉到十分的诧异 他一度以为自己的翻译方式是错误的 但是反复验证了之后 他发现不可能 如果是错误的 那么不可能成功的将文字天衣无缝的转换成这个图形 显然用密文记录下的东西就是这七条线条 那这七条线代表着什么呢 这博书的主人为何要将它隐藏在文字当中呢 凭着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经历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能够被人用密文写在昂贵无比的丝博上 不会是普通的图案 这线条肯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说不定啊 非同小可 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立即开始查阅资料 他用了大量的时间 翻了无数的图书馆 同时拿着这张图案去找了当时大学里的华裔汉学家请教 可是在美国的那批人水平有限 折腾了大半年 没有任何结果 就算有人说了推测 也是不伦不类 完全没有根据 一听就是胡说的东西 就在他兴趣减退 感觉到了没有指望的时候 有一个大学里的朋友 给他指了条名路 他告诉求德考 这种中国古怪的东西 应该到唐人街里的老人堆里去问 当时是冷战时期 在唐人街有不少来自台湾的老学者 卧虎藏龙 也许会有线索 求德考一听也对 抱着最后的希望 真的去了唐人街求教 唐人街有一种书馆 是老人聚集的地方 求德考就专门去这种地方 将他徒刑发跃 也亏的他就是命好啊 果然就让他碰到了一个高人 这高人是一个干瘦的老头 在当地算是个名流 那天他在茶馆听书 正巧碰到了求德考来发图 就要了张拿过来看 这一看之后 他就大吃了一惊 问求德考是从哪里搞到的 求德考一看有门 不由得大喜 他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和那个老人说了来龙去脉 就盲问这老人是否知道什么 那老人摇头说不是 不过他告诉求德考 虽然自己不知道这图形的来历 但是他曾经在一个地方 见过类似的东西 求德考一听 心中也是一动 盲问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那老人说那还是在大陆的时候 他在山东的奇蒙山 一座道关里看到过一个丹炉 这图形就是刻在这丹炉之上 一直以来呀 这份图形神秘莫测 如何查找都没有一点线索 如今听到这个 求德考兴奋异常 他马上就请人泡了一壶上好的茶水 恭敬的递了上去 请那个老学者详细的说说 那个老学者本身就没什么事情 见他十分有兴趣 也来了兴致 就给求德考讲了当时的经过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这个老人是北京大学的国学教授 是国民党员 女婿是张灵福手下的一个旅长 整编七十四师溃败之后 国民党残军化整为零 他女婿就带着残部逃到了奇蒙山 当了土匪了 在山里猫了三年 后来解放军大脚匪呀 他女婿就被逼得走投无路 和国民党特务接上了头 准备逃往美国 买通了路子之后 老头和家眷就被他女婿接进了山里 等传的消息 因为风声很紧 带着家眷不方便 这段时间他女婿 把他们安顿在了一座道观里 伪装成道士 当特务的接应 说是道观 其实是那种民间的土庙 不过和其他山区的庙宇不一样的是 这座道观建筑在两座相距不到五十米的悬崖之间 下的腾宫 十分的奇特 整个道观 类似于一个巨大的阶梯 一层一层 一共有七层 墙壁 都是刷着黄漆的泥墙 十分的简陋 最上面四层 就是架在两道悬崖中间的木板 连栏杆也没有 几个神龛上面 都是土素的三青巷 也有观音和土地 含有中国的特色 整个道观 有两个老道士打理 老的 还是年轻一点道士的父亲 那个年代 兵荒马乱 香火稀薄 他女婿就给他们一些钱 作为掩护 那个老教授 在道观中生活了两个月 道观是在深山里 爬上爬下不方便 他也无事可做 就开始研究 这道观中的古董 就是在那段时间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道观中很多的东西 都是粗质烂造的民间土货 没有什么价值 偶尔有几件古董 也是明朝时候的东西 然而道观的最顶上那层 却有一个青铜炼丹炉 形状十分的奇特 好比一只道翻的莲花 看上面的铜锈 年代更加的久远 和这里其他的东西 有很大的区别 老教授 老教授不是学历史的 但是当时的老夫子 对于这些都有点阅历 他很感兴趣 就问了老道士 这丹炉是从哪里来的 那老道就称赞 他眼光很厉害 这丹炉确实不普通 是解放前一次避震 从山里塌出来的 当时一起塌出来的 还有很多的死人窟窿 村民很害怕 就抬到这里 来给神仙站着 已经有六十多年了 他当时还小 具体什么情况 也说不清楚 老教授听了 就觉得越发有兴趣了 然而当时兵荒马乱 自己的身份又特殊 也没法进行更多的调查 他就在这道观里 琢磨了一段时间 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 不过当时境遇和环境 让他对这件事情的记忆 非常的深刻 对于那个丹炉的形状和花纹 也记得十分清晰 所以一看到求德考 给他看的图形 他就认了出来 他告诉求德考 这个花纹呢 是在丹炉的盖子上 形状和这个图形 一模一样 他绝对不会记错的 如果他想知道的更多 可以想办法 去那个道观 了解一下情况 不过沧海桑田 现在那地方还在不在 那要看你的造化了 求德考听了之后 又是兴奋 又是失望 兴奋的是 显然这份图形 背后的东西 比自己想的还要丰富 失望的是 听完这些叙述 他对这个图形 仍旧一无所知 他很想亲眼看看 老教授口中的 那只青铜丹炉 然而 这在当时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当时一个美国人 要到中国去 相当的困难 特别是他这样 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 不过求德考这个人 是非常自负的 他想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阻止 他还是想了个办法 自己不能到中国去 但是这么多年的文物活动下来 他在中国有着严密的关系 往啊 他开始设法联系 中国的老关系 想办法找人进奇蒙山 到那个深山倒冠之中 去看看 了解一下情况 最好呢 能够把那个丹炉偷出来 运到美国 当时的中国 刚刚受过十年浩劫 百废待兴 他的老关系 已经荡然无存 老一辈的土夫子 都在解放后的倾诉中 死的死 逃的逃 文物走私这一块 已经完全重新洗牌了 他借助自己 在国民党中的关系 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渠道 都找不到一个认识的人 百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冒着风险 求助于几个当时 自己不熟悉的文物走私法 让他们介绍一些 长沙这行业里面的新人 这又是几经波折 不过功夫不负有新人呢 最后终于给他联系到了一个 肯和他合作的中国人 这个人就是谢连环 谢连环是怎么进这一行的 三叔当时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时的大环境 连谢家老爷子 都不敢涉足老本行 只能吃吃老本 这走私文物是大罪啊 和现在的贩毒一样 是脑袋别的裤腰带上的活 一般不是急着要钱救命 谁也不敢去干这个呀 而谢连环当时就是个顽固子弟 完全是二世祖 谢连环当时就是个顽固子 谢谢老爷子有意洗底 从小就不让他接触家族的生意 也不让他学东西 所以无论胆量 眼界 阅历 还是其他的客观条件 他都不可能会进到这一行来 更加没有理由能够和国外的走私大头联系着 说的通俗一点啊 文物走私这一行是要有手艺在手 拿货 建货 估价 这些技术没有个二三十年的锻炼积累 是成不了气候的 而你没有这些能耐 就算你主观上再想入行 也没法找到门道 你的买主不会离你啊 所以如果求德考能够通过中间人联系到谢连环 就说明谢连环必然已经和这些人有了生意来往了 而且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这想来以谢连环的本事是怎么也不太可能的呀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三叔 直到他第一次西沙之行回来 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问了谢家的老大 才知道了一些来龙去脉 不过 这事情和求德考的事情并无关系 这里没有必要再提 谢连环和求德考接上头之后 求德考就将自己的计划 寄给了谢连环 那是一份详细的资料 附上了那个老人画的青铜丹炉的草图 和一支先进的照相机 他让谢连环首先必须要确认 那座道观是否还在 在那段时间 古济妙语这种东西属于四舅 有可能啊 已经被毁掉了 然后收集这单颅的信息 拍摄照片 发回美国确认 如果一切无误 那么在寻找机会将这东西 走私出国 谢连环虽然不懂下地的事情 但是去一个地方看看东西在不在 打听打听事情 还是能做的 他拿到资料之后就去了山东 根据资料上老人的回忆 找到了修建那座古道观的山区 万幸啊 因为道观十分的偏僻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滋扰 在风云飘摇的十年之中 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 不过老道士已经死了 只剩下老道的儿子也是风筑残年 谢连环拍摄了道观和那个青铜丹炉的情景 发回了美国 求得考拿出翻译出来的图案一对比 果然那老人说的没错 青铜丹炉盖子上的图形就和博书上一模一样 不过对于这丹炉的来历 因为年代过于久远 那老道的儿子也只能说出大概 和那老教授说的内容也差不多 得不到更多的线索 虽然如此 求得考也已经大喜过望 就发了指令 让谢连环开始准备 找个办法偷偷的将丹炉走私出来 然而谢连环一准备就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求得考没有考虑到的是 这个丹炉比他事先预计的要大成很多 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样的东西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通过海关运出去的 而要是通过走私船 则要先到达浙江或者广东一带 风险也很大 当时的东南沿海之乱 是普通人无法想象 他们尝试了很多种办法 都没有结果 反而引起了雷子的注意 无奈之下 求得考就出现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念头 他让谢连环将整个丹炉砸碎 锯成四十多片 然后标上记号 分批混在当时出口的丝绸里运出去 这对于考古界来说简直是令人发指的兽型啊 但是求得考完全不在乎 因为这东西的价值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要的是上面的信息 这也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 谢连环在拒丹炉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青铜丹炉的底部竟然有一个十分巧妙的机关 就是凭借着这个机关战国博书上神秘图形的秘密 才最终被解开了 说着三叔又从他的破包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照片递给我 我知道这两张照片拍的肯定就是那只丹炉 这些照片应该是那个老外给他的 这事情比较复杂 没有这些照片恐怕没法说得明白 现在他都用到我身上 接过来再次一看 我就看到了第一张照片上拍的 是一只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巨大丹炉 三叔说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这东西这么大 简直有一人高啊 想把这东西走私出国 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第二张 则是丹炉底部的情形 我看到了布满花纹的青铜炉底 在炉底的中心 住着一只拳头大小的望天铜兽 头仰向天 十分的威武 就造型上来说 属于上上之品 三叔给我解释 这是在博物馆中复原后的丹炉 第二张是丹炉的内部 有此丹炉的